女兒的女兒 女兒的女兒 羅莉戲 美少女戲的最頂峰 據說她出道的時候 她媽媽幫她隱瞞她的父親 但我母親其實是 我開始開始了幾年 我開始說幾年 然後我父親就一直這樣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超哥如果女兒跟她一樣的話 你會怎麼樣 這些人都不在了 歡迎收看超伴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在我左邊是好朋友 一見晚春秋見大 謝謝你好 我是一見晚春秋 頻道叫做一見晚春秋 以她的暗黑小夥伴 目前還在努力中 這個頻道是必定要訂閱的 畢竟你知道我們台灣有很多 關於AV女優的幻想 傳聞 其實都是建大幫各位勇往直前的去探索出來以後 再寫給大家看 她可以是說我們健康教育的一個啟蒙者 一年要看超過十萬部A片 這個也算是一種 工作傷害 對 從那個大概2013年的時候我還有八十幾公斤 現在我今天還有六十幾公斤 下次你來的時候會不會更瘦 對搞不好會變僵屍 乾屍 所以我們這個AV女優圖鑑 今天健大又要給大家推薦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女優 是 她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她是大學生出導 對沒有錯 第二個她是 Youtuber 對 這個邪度跨得也太大了吧 而且訂閱還不錯 Twitter有六十幾萬 那個是很強的 最後一點就是她是 拉拉隊的經理 對 以前有當過拉拉隊的經理 拉拉隊的經理我是不知道要幹什麼 但我們看的很多劇情片是 棒球隊的經理 這個劇情裡面多半是擔任棒球隊 紓壓的球手 對 把棒子擦乾淨 哈哈哈哈 她目前在業界非常非常的優秀 出道兩年 大概都固定排在每個月銷售排行榜的第二名 也就是大概天下第二人的高度 加上那個社群人氣很旺 然後也被人家稱作是 業界美少女的天花板 因為顏值實在太高 健大剛剛有跟我們分享 美少女界的天花板對臉的精緻度要求是非常高 對 這個其實我常年研究台灣影迷 台灣對美少女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一定要95分 甚至99分 100分 台灣人才會忽視你的身材 那我們今天就請我們女主角出場 石川玲 開拍手 耶 看到本人是真的 是台灣人的菜 臉太可愛了 真的 緊實 大概就是那種你去酒店 你人家想說這第一天上班 快來 快來 這個如果去酒店 第一天看到她 就是框一個月 先框一個月再說 先框一個月再說 聽說她的身分是現役大學生 那當初她為什麼會出道 興趣 那她是興趣其然的英雄 那她笑起來很可愛 這邊有一個卷 小酒窩 是怎麼發現自己對AV有興趣的 那她是不得了 對 因為她條件很好 所以她真的很受歡迎 那現在她有沒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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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路上會有人認出來 我在日本也沒有聲音 但在韓國去旅行 我最初有聲音 我想要聲音 下次我幫她做一件T恤送給她 後面就寫她 死川裡 恥ずか 不會 不會 她在台灣是很受歡迎的類型 她是常來台灣 在台灣她是天王巨星 Superstar 據說她出道的時候 她媽媽幫她隱瞞她的父親 對 但我母親其實開始開始了 半年以後 我最初說 我父親一直說 沒有說 她說 好像秘密 她說 所以 母親也很難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跟俄羅斯打個電話 我想買一台坦克車 不要開玩笑 我以前當兵真的是開戰車的好不好 我也是裝甲部隊的 開戰車的都特別色是不是 人氣買氣都非常強 然後能以賣到現在 覺得蠻厲害的 他好像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是一個Youtuber嘛 為什麼會想要做Youtuber這一段 我也想要做Youtube 想要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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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要做影片 所以想要做影片 想要做影片 可能 但 想要做影片 沒有錯 當然啦 有色情在AV看就可以了 那你說看片的話 一般來講 像她這種美少女的 比較喜歡看到她被欺負 被怎麼樣 但是因為她是走偶像路線 所以目前的片商 並沒有讓她走到這一塊 每天就是美美的出場 然後光打得很亮 然後她笑嘻嘻的 做一些比較soft的演出 但是在這個月發售的一支作品 是她生涯的第一次 我們面對三個男友的作品 拍的就是一個球隊的經理 然後就球隊的三大主將 就一直在找她這樣子 那是… なんか… 色んな… 部活的… なんか… その… 学校… のマネージャーみたいな 女の子が一人しかいなくて みたいな… 而且這三大主將都是 業界非常知名的男友喔 一個叫做 毛豬 是一個胖子 另外一個叫做 飄髮哥 肌肉則野 他以前是消防員 最後一個叫 童弟 叫做結城結玄 娃娃蓮 也比你有認證過 雖然娃蓮但是 十分大支 十分大支 跟熱狗一樣 童眼 童眼俱根 對對對 那Toye比較喜歡 那一位的喜歡 青 年齡はそこまで… 気にしない方だと思います 但色的… 他喜歡嗎 あの… 少し… 有個問題 ろれろ… ろろろ… ちょっと… 名字も少し… 完全不粗 完全不粗 沒有謝謝 以她現在都是這種清純型的角色 未來會不會有想要挑戰哪一種類型的 也就是大人的女生 一直都想要練習 教師或OL也想要練習 妳長了就一副娃娃的 妳就算是老師也是被學生欺負的好不好 那她高中的時候是有跳過啦啦隊 所以她算是本社演出啦 妳就想幫她出演加油嘛 所以她家的一員大家一定都很開心啦 那會不會想要重操就業 那太棒了 我們今天準備的衣服幫我拿過來一下 啦啦隊 哇這個衣服厲害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這是帽子吧 這是帽子吧 他等一下要穿著啊 怎麼這麼小件啊 因為他本身也很瘦啦 怎麼這麼小件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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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謝謝 今天就讓她回味一下啦啦隊的這個時光了 讓她回味她高中生活 はい 我取得了 幫我們兩位棒球隊的學長圓夢一下 哈哈哈 我們對棒球也略懂略懂 太瘦了 我好想做那個夾子 哈哈哈 哈哈哈 請用我的箭手吧 哈哈哈 台灣人是不是也蠻喜歡像她這種身型的 我覺得愛死了 她就好像一個還在發育中的女生 台灣對這種是完全沒有任何招架能力 剛剛講話讓我以為台灣男生都是羅力控制 哈哈哈 欸 台灣男生真的很多人這種身材 對啊 你去 你去看拉圖酒店他挑的都是這種啊 身材 那我們不能一起去 哈哈哈 會在酒店打一下 哈哈哈 校長 學弟我是校長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考驗一下他的演技 你在做幹嘛 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待會兒的劇情是這樣 兩位棒球隊的學長剛下場 然後經理過來 幫他們就是稍微按摩一下這樣 對兩個人有點尷尬 這個建大好了 建大演這種 太粗神入化 嗯 超哥真是我大哥 一輩子的大哥 哈哈哈 他是一個棒球員 因為表現不佳被換下來 身為一個稱職的球隊經理 該怎麼安慰他 又小脆弱的心靈 好 Action 唉 今天又被三振三次 真的是有辜負大家的信任啊 誰能夠來安慰我 又小又脆弱的心靈啊 是經理 是啦啦隊 嗨 疲勞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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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 好難過 我需要你安慰我呀 一直是我忽然是 所以 我把我們聊天 OK 我的棒子又恢復威力了 超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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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辛苦了建大 辛苦了我們石川小姐了 非常開心她來應援我 建大幫我們點名一下她的眼睛 就四個字啦 可愛無敵啦 眼睛看著你 粗粗可憐的說話 你就受不了了 應該是那天一看 你不要這樣吃 你不要這樣吃 哈哈哈哈 說的也是 對 說的也是 說的也是 我想試很機會說話 他真的是 先天的條件非常的好 真型啊 體態啊 還有臉蛋啊 我覺得都是非常 受歡迎的 羅力系 美少女系的最頂峰 世界各國都有 這個流派 非常忠實的擁護者 尤其是亞洲男生 你最喜歡的 是亞洲男 更是台灣男生的天才 祝福他除了在AV 得到很好的發展以外 然後還有Youtube的 可以分享他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喜好 那記得除了要支持 石川林小姐以外 要支持健大的頻道 謝謝介紹的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 不同的石川林 美少女 這個真的厲害了 超派 超派 她簽名好對 對 她是畫一個洞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